我是支持陈志芳女士的 现在在我们国内 这个非物质文化的申请 争的是热火朝天 就拿李白来说 他只要是一个名人 他一定有N个故乡 李白他现在光国内 就有四川 湖北 甘肃 在争他的故乡 就连国外的吉尔吉斯坦 也在争他的故乡 现在不仅是我们国内 在争这个非物质文化的 遗产的申请 而且在国外都在争 拿韩国来举例 韩国人说我们中国的端午节 我们中国的拔河比赛 都是他们韩国人的 我没法接受 所以我在这儿 特别想问专家一句 申请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名人故隶 当地为了拉动GDP 为了旅游 所以真的热火朝天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一种 有省及着全国的和世界的 它真来的这一些 可以说不产生经济效益 我所担忧的是 因为把这样的重担 压开了民间 压开了个人 但是我们的有一些 当地政府 它根本不重视 因为它不产生GDP 我特别想知道 像陈世芳女士 她已经这么苦了 她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的 这个是让人总是有所为 而有所不为 而且总是有一些人 是带着理想主义的精神 去做一些 可能普通人认为 这既没有钱 也没有利 你为什么要去做呢 因为我们还有梦想 我们还想实现 自己内心的价值 明白吗 谢谢老师